电化学,我们非常熟悉,每天手机都要充电放电。 另外,鼎里大名的电解铝,就是电化学的典型代表。 1500年以后,随着金属仪器和玻璃器皿的普及,科学家对电和磁产生了很大的兴趣,能够在不接触的情况下吸附小纸片或者小铁片。 从1600到1800年,我们制造了很多静电发电器。 1663、奥托、坟、居里克发明了第一个磨擦静电发电机。 1775年,福特发明了第一个静电感应发电器,大大提高电荷生存效率。 现在使用的静电感应发电机,发电效率是非常高的。 比如,1929年的范德格拉夫发电机。 另外,1745年,荷莱的莱顿是用莱顿瓶,这是电容器。 通过串联并联多个电容器,可以储存很多静电电荷。 改进的电容器可以调整金属板之间的距离。 充电的电容器通过增加金属板之间距离,可以提高电压。 随着静电发电机和电容器的持续改进, 科学家可以得到高电压大容量的大量电荷进行研究。 除了电学本身的一些研究,电在其他领域也有突破性进展。 1791年,路易杰·加法宁发现电生物学, 用电极接触刚解剖的青蛙腿动了一下。 另外,科学家发现,使用电极可以电解出一些物资, 电能可以转化为化学能。 那么反过来,化学能是不是可以转化为电能? 1800年,福特发明福特电池。 福特电池的出现是电学和化学的重大突破。 福特电池提供了稳定的电流, 给电池上的研究提供了可能。 提供了电流,用于化学,可以电解出很多新元素。 1800年,威廉·尼克森将水电解,产生氢和氧。 1807年,亥弗里·戴维利用电解发现钾·钾·钙鎂。 1818年,班迪和戴维通过电解, 氯化锂获得锂元素。 1886年,亨利·穆尔桑利用电解发现元素氟。 电化学在工业上的应用, 主要就是电解、电镀和电池。 除了电解铝, 还有很多氧化性、滑液性很强的元素, 只能用电解方式生产, 比如加钠钙鎂和氟气体。 电化学在化学研究领域, 用电解的手段, 我们发现了很多新的元素。 在1869年, 门吉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的时候, 我们已经发现63种元素。 另外, 电解得到的物质纯度很高, 大大提高了化学测量进度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